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朝重视以近视科为代表的科举制度 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的官员选拔机制 这是否意味着从此以后人才就像泉水般涌出 可以不用费心了呢 事实上不尽然 唐太宗特别重视人才的选拔 他不但建立制度保证人才上升的通道 还善于在生活和工作中去发现人才 唐朝大名鼎鼎的宰将马周 就是唐太宗发现并提拔上来的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复旦大学韩生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风银唐太宗旨 伯乐唐太宗 唐太宗手下是人才济济 这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 而这些人的经历 怎么汇聚到唐太宗手下 那真是千差万别 所以曾观正要这本书 它里面有一篇叫做《任贤》 它重点讲了八个人 曾观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八个人 在这八个人里面 像黄玄龄这种主动去报名 去参加唐太宗队伍的 也才只有一个 仅占八分之一 所以人才要怎么发现呢 我们看有几个方面 第一 要在平时中发现人才 这有个很典型的例子 唐朝征官年间 有一个当官当到宰相的梁臣 这个人叫马周 马周出生很苦 贫寒 而且父母双亡 还是个孤儿 在农村这苦命的孩子 父母双亡 你就该去种田 吃饭 读书 哪里供得起他读书呢 村里人一看 这就是个浪荡子 看不起他 于是他在乡村里面 待不下去 走了 出去 到外面呢 他懂知书 实质 好不容易混了一个 教书匠的工作 教人读书 可是呢 他在这个教书匠的工作上面 他不认真 他看不起这个工作 是天天喝酒 不好好教书 人家不要他了 不要他 他一怒之下 好 我就到人才最集中的地方去 到京城去 到长安去 京城可是人才济济 所以马周好不容易 他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他得去投靠什么人呢 将军 有个将军叫唐和 这是个大老处 能打仗 进军的统帅 进军的将军 但是呢 陡大的字不识 所以他家里需要有很多文字性的工作 马周懂文字 那好 过来打杂 给这个 长和将军 料理这个文字的工作 这份工作我想 对一个愤青来说 那就很理想了 你在京城到将军家里 当个将军的秘书 可是呢 马周是有机遇 什么机遇呢 遇到了唐太宗这么一个 想好好治国的皇帝 唐太宗下令 百官 大家写文章给他 来说朝廷的政治的得失 什么做的好 什么做的不好 大家都要写 不能不写 这长和头痛了 长和叫他打仗可以 叫他喝酒可以 叫他写文章 不行 回家告诉他 马周 这事就交给马周办 马周还真认真 因为马周他怀才不语 他一路都觉得 国家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怎么改 他都想了 所以他认认真 这一口气写了二十几条 交给了长和 长和不懂字 一看分量够 写得挺厚的 行 交上去 这交上去一般就石沉大海 可是偏偏遇到唐太宗 他不是作秀 他叫大家来批评朝政 不是走过长 他真的百官的咒章 他都看 竟然还能看到长和的咒章 大老书的咒章还用看吗 他看了 一看 唐太宗大吃一惊 什么时候看走眼呢 这大老书现在不得了 能写这么好的 这个咒章 讲得这么有道理 怎么回事 把这个长和叫来 长和吓了一跳 什么事皇上紧急找他 大大咧咧赶快奔了进去 一进门 唐太宗一看 还是那个粗人 长和 长和还是那个长和 但是 周章怎么回事 你说呀 长和一听 这个心放下了 不就是那个周章 那个小事吗 我家打闸写的 他那是什么 你家打闸 好 马上请他来 长和回去 请来 长和 纳闷了 皇上今天怎么了 我家那打闸的 还得我去请 回家去了 到家跟马周才没说完 皇上来请马周的专门的人 专门的车子 竟然来了四波 你知道吗 唐太宗跟长和 讲不清楚的 他不懂得什么叫人才 你跟他说也白说 但是唐太宗知道 这人才呢 不是像呼唤一样叫过来 应该请的 这是求贤啊 所以他派车马 他派钻石去请 这样子他就发现了 马周这个人 马周可谓是唐太宗身边 一辙成名的人才 贞冠二十二年 年仅四十八岁的马周 积劳成疾 一并不齐 唐太宗亲自为马周拷药 还命太子李治 以弟子李去看望马周 最终马周还是 一致无效 英年早逝 马周死后 唐太宗为他举行 高规格的国葬 还特别让马周 陪葬于自己的昭陵 中国古代呢 一直有求贤的传统 我们不说得太远 春秋的时候 齐桓公想称霸 他就问管仲 他说我怎么能够 进览天下英才 管仲跟他说 对英才呢 要礼敬 要褒奖 要优待 而且不要去欺骗他们 不要不相欺 叫做对英才 要礼敬 褒奖 优待而不相欺 怎么一个优待法呢 指五给六 指九给十 也就是说你的价值 是五块 我给你六块 价值九块 我给你十块 多给 这不容易做到 这说起来是容易 你别看后面很多人 他嘴巴也说尊重人才 你看他自己生活出手 非常的阔绰 一字千金 但是真的到了 钱要给人才的时候 那才叫做小气 分文比较 一个人才明明值一块 他非得把他讲价 讲成九毛九 所以就没人才了呀 所以呢 这个对人才要尊重 这个尊重呢 是要从他的人格 到他的智慧 所以这 指五给六 指九给十 实际上呢 这个待遇 对这个人才来说 并不是最重要 它最重要体现的是什么呢 是你对他的一种尊敬和肯定 所以英才呢 有英才的特点 他和一般的人才不一样 一般的人 他没有那个雄心 他只想做好这一份工作 你给他一个相应的工资 他很高兴 他就把工作做好了 他回家快快乐乐 他也不多想 但是呢 真正有报复的人 他不同 他做了这个工作 他还想做得更好 所以对这样的人 他有能力 真是个人才 你就必须从人格上去尊重他 从事业上关心他 从工作上支持他 从生活上关怀他 你要做到这几点 中国有句有名的古话 是为知己则是 所以我们就看马周了 马周就应验了这一句话 在人才问题上 唐太宗具有两个 正好相反的特点 我说他 哪两个特点呢 一 小戏 令设是到家了 大方又是出奇 这话怎么说呢 怎么一个令设法呢 他当上皇帝 主见朝廷 让房玄宁来主持 跟房玄宁交代啊 那是尊尊教导啊 告诉他 官不必备 为其人 官不用多 只要用到真正的人才就可以了 为了解释 为了解释这句话 那唐太宗可是从 诗经上书 一直引到孔子 引到史记 丁竹在山 最后还特地交代 千阳之皮 不如一胡之叶 千之阳的皮 都抵不上 狐狸叶下的那个白毛 这真贵啊 这么反复开刀 你说房玄宁能不明白吗 皇上不就小技吗 不给编制吗 好 咱们这政府 就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简 得人精简 所以一个中央朝廷 组建下来 六百四十三人 这中国历史上很少见的 这么精简 这么精炼 所以这个地方你看 唐太宗 抠得非常的紧 可是说到大方 他有大方的出奇 把马中请来了 看看是一个夸夸其谈的 空谈勿国的 还是真有本事的 唐太宗 阅人多了 一席长谈 哎呀 真是个人才 不得了 马上可以上班 从长河家打闸的 直接搬到哪里呢 总理府 搬到宰相府上班 就到宰相府上 你看 这升得多大 宰相府历练这么一段时间 出去监察部门的 主要官员 你想这够大方的吗 一个没有科举考试 没有级别 没有足迹提升 没有正级 发现是个人才 马上就进这么高的位置上去 而且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职务 我以重任 监察 马周还真不识相 当上监察官 第一个监察的是谁呢 唐太宗 就监察你 一口气 受章上去 说唐太宗 你有问题 你第一条 太上皇住在城外 这个住的房子很狭小 你的儿子太子却住在城的中央之地 这不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你的孝心了吧 第二条 你分封宗师 皇子都当了 亡了 这些孩子如果不孝 怎么办呢 所以孩子不是这么培养的 要出去磨练 就这么一路数下去 足足数了唐太宗五大罪兆 唐太宗一看 有道理 好 这好 指出了他的弊端 人家以为唐太宗发怒 唐太宗没发怒 提拔 提一大级 成了监察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这样子 马周在这个位置又干了几年 拼一次胜一次 一口气 马周几年身为宰相 这马周和唐太宗呢 几乎是一路相伴 他比唐太宗就早一点死掉 他为这个唐朝是呕心沥血 所以他48岁就死了 他得了消可症 消可症实际上就是糖尿病 所以他48岁病重要死的时候 马周从病床上爬起来 把他平时写的咒章全部拿出来 亲自把他全烧了 为什么烧呢 他说丸子 燕子 把这咒章都留下来 让后人看 看到皇上的不对 我不干这事 我要死了 我把咒章全烧了 所有的功劳都归皇上 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呢 唐太宗把他的咒章留下了 他一份唐太宗一份 所以这是一对多么难得的 君臣相知相交 可能有人说那是马周有命 这是运速 你看多偶然 如果说到命 我们真的去想想 我觉得这个命里面 有两个基本的因素 第二因素 你一个人要有命 你首先要把自己锻炼成人才 你如果不是人才 你没有满夫经伦 你没用的 唐太宗是打电天下 跃进人间 你要在他面前 让他肯定你真的要有真本事 第二个 你再说命 我说这个命是什么呢 是要有功心 不能有私心杂炼 马周在替长河写着咒章的时候 他把所有的想法都写到里面去 他就没留一手 没想到这是我的 不能就变成长河的 他就想到这个对国家有利 只要对国家有利 我全写了 他就是因为这一片功心 太宗才会发现他 所以我就说一个人 你首先要有个性 第二个 你这个人要有境界 有了这两点 才会得人喜欢 这么说 马周还真不是命 是他自己努力获得的 君臣相知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故事非常典型 如果没有唐太宗 没有他为国操心 历经图治他也不会让百官去写这个批评朝政 如果不是马周一片功心 他也不会写得那么好 所以他们两个人真的结合到一块 一路相伴 马周去世不久 唐太宗也去世 从唐太宗发现并重用马周 我们可以看到 唐太宗无时无刻不把发现人才当作大事 他一直在为唐朝聚其后备力量 在工作中发现人才 在唐太宗身上 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而在唐太宗身边还有一些人 他们的来历很传奇 第二个发现人才要在第一线来发现人才 如果说马周这个例子有一定的偶然性 那么作为一个领导 负主要责任的领导 他应该要在实际工作中去发现人才 如果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发现人才 那就说明你这领导很有问题 要做到在第一线发现人才 第一点你领导一定要在第一线工作 你一定要深入到第一线去 你才能发现真正的人才 不可能是听汇报听出来的 第二个 作为领导你不能刚愎自用 不能自以为是 不能拿自己的优点去衡量别人的缺点 否则你什么人也看不到 我们再讲个例子 唐太宗晚年争高丽 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仗 所以唐太宗亲自挂帅 亲自到前线去 那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 差点就在路上就病死了 但是他还是到第一线去指挥 到了第一线发现这个仗非常的激烈 高丽是倾注全力抵抗 二十五万高丽的大军和唐朝作对尸杀 那是非常激烈的作战 唐太宗就在第一线上看 他看到一个白袍小将 就这么生猛地冲进敌人的阵营里面 拼死地冲 把敌人这个阵营硬生生地撕出一条小缝来 撕出一道小缝 后面的唐军跟着他 硬把这个小缝拉出一个缺口 然后看到唐学士一波一波冲上去 一波一波的冲击 最后把高丽的这个正势给冲垮了 唐太宗一看 这小将是谁呀 抱上来 一抱 薛仁贵 这是一个破落户 他家江州龙门人 就今天山西合金市的人 家道已经终摧了 可是身性好武 听说唐太宗曾高丽 他自己报名参军 到了战场极为英勇 部下向唐太宗汇报 在这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个战功 唐朝有一支军队 刘军昂统帅的军队 被高丽的部队包围了 就是这薛仁贵带了一小股部队 硬是从包围圈里面杀进去 把这个唐朝的将这一队人马救了出来 唐太宗一听不得了 把他找上来为他庆功 给他候赏 直接把他提为游籍将军 云泉府国义 也就是唐朝的兵府制度 这个兵府的副长官 到曾高丽接书以后 回来了 唐太宗再次召见薛仁贵 跟他讲 他说我老了 我带穿那些将军也都老了 我一直担心以后呢 这个将军后继无人 我发现了你 我太高兴了 这个打高丽打下那片土地 我并不珍贵 我珍贵的是我发现了你 发现咱们国家后继有人 以后薛仁贵真的成了 后期 这个唐太宗后期一直到高中时期 最重要的军事将领 所以这要从第一线上去发现人才 唐太宗一直强调 每个官员 特别是负主要责任的官员 他最大的任务 那就是要发现人才 第三个人才的来源是什么呢 这个就有难度更大 是从敌人阵营中间发现人才 这不是一般的人做得到的 是从敌人的阵营把人才给争取过来 我们看 贞官政要润贤篇举了八个人 我刚才说八个人 这八个人我们把它分类 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唐太宗的旧部 原来的部下 这旧部其实八人里面总共才两个 占四分之一 这两个里面一个是房玄陵 第二个那就算杜儒惠了 房杜 也算是秦王府的故旧 就这么两个 第二类人呢 是在工作中发现的人才 这里面也举了两个 一个马舟 刚才我们刚说的 还有一个于世南 于世南我们等等在介绍 所以从工作中发现的两个也占四分之一 还有四分之二 也就是一半的人 从哪里来呢 占一半的人竟然都是唐太宗的敌人 我们看 他的敌人里面头两个 魏征和王规 这两个人的故事我已经说过了 魏征跟王规都是李建成的部下 唐太宗的哥哥的部下 劝李建成怎么杀掉唐太宗 唐太宗胜利了 这两个人不卑不亢 而且呢 唐太宗发现他们两个真是治国人才 全部留用 我们再说一个 李靖 李靖又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他不但是红尘凡事中的英雄 他死了以后还变成了托塔里天王 成了道教宗的妇法大师 可是呢 我们知道吗 李靖原来就不是唐朝的人 他是隋朝的人 唐太宗的父亲李渊 当太宗留守 李靖呢 就在太宗下面当一个府官 隋阳帝当政 隋阳帝报喜不报忧 不喜欢听人家告诉他天下乱了这些事都不许说 所以大臣都护弄他 都把好事报给他 其实天下已经乱了 李靖可不好互弄啊 他看到他的主官李渊 其实呢 装糊涂 里面是暗藏祸心 想造反 他处于对隋朝的忠诚 他要检举李渊 怎么检举呢 他是你的主官呢 你检举主官是不得了的事情 李靖不怕死 自己把自己靠起来 自己靠起来就是我戴罪也要揭发你 到了京城去 到了长安去告发李渊 他想到了长安以后再转到隋阳帝所在的江都 可是呢 从长安到江都这千里的路已经被起义军都切断了 所以他还没走上路 李渊这一边已经起兵了 李渊一起兵就偷袭长安 把长安拿下 把李靖抓了 李渊那才叫他脑火呀 显显这事情就败在你手上 你检举的 拉出去 砍了 李靖不服啊 他喊了 你这是公报私仇啊 你不仗义啊 你家大事差点被你坏了 要杀你 你是最有应得 你说他不仗义 但是呢 李靖不这么想 我揭发你 是因为阴公 你要造谁的反 我是谁的官 所以我是阴公揭发你 现在你要杀我是阴师啊 你公报私仇啊 他说了这一番道理 在旁边的李世民一听 对呀 有道理呀 这种人我们怎么能杀呢 我们杀了不就鼓励官员 都见风使舵 都去当叛徒 都去投靠吗 这种忠诚的人 我们应该留下呀 我们不能杀 于是李世民出来 替李靖说情 李渊也是聪明人啊 他不聪明他能见堂吗 一听 好 赦免了 所以李靖就这么给设了 唐太宗交给李靖一个任务 打突厥 突厥那时候多强大呀 随朝后期突厥强大了 天下乱了以后 所有造反的人里面 有多少人向突厥称臣 包括李渊在内 都不敢得罪突厥 都要借突厥的事 来骑兵 现在让李靖去打突厥 突厥人家可是马背上长大的民族 那个骑兵神出鬼没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漂浮不定 李靖指挥的部队 你变我也变 你快我也快 你漂浮不定 我也漂浮不定 结果李靖把唐军指挥的比突厥的军队还不可捉摸 他竟然把突厥给打败 第二年 突厥一看打不过唐朝 他准备投降唐朝 给唐朝上表 说他要内赴 李靖一看 突厥还没 元气还没伤 他投什么降呢 换兵之际 好 千里奔西 他胆子大呀 带着唐朝的军队一路奔西到殷山千里深入 打了一个突厥措手不及 就把突厥的国家给灭了 把突厥的酋长给抓回来了 这李渊已经当了太上皇 可是他真没想到他能在有生之年 看到把这个让他忍辱抱恨的突厥给灭了 把突厥的酋长抓回来了 那是高兴啊 所以整个长安城响起了一片片欢呼万岁的声音 这一场仗就奠定了唐朝世界帝国的地位 那是一个非常辉煌的胜利 这个胜利的背后我们不能不佩服唐太宗的知人善任 如果不是他刀下留人 唐朝就少了一个军事天才 用对一个人三合变色 用错一个人国破阵亡 所以用什么样的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所以拿唐太宗的时代和其他的时代去相比 你马上高下立派 唐太宗的人才选拔有非常多的渠道 只要是德才兼备 唐太宗都把他争取过来 事实上正是唐太宗这样的选拔人才的理念 也让一些人心向往之 一些优秀的人自然而然的就向他靠拢 第四个方面 要从文重大才能做到群贤必至 常朝讲以德治国 所以国家的治理就应该遵循这个原则 就要大量启用文士 推行德治文治 这样子有大批的文治的人才涌现 才能使得这个政策获得确实的保障 那么在贞观政要的任贤篇里面 作为文士代表的官员 举了谁呢 就举出了于世南 我想呢 只要喜欢书法的人 大概都知道于世南 于世南呢 是出自江南的会计于谣人 他的家世是个名门 祖上几代既是官 也是很有名的文士 到他这一代 除了他和他哥哥于世姬两个神童 都很有才华的 兄弟俩都博学多文 从小名声就远扬 可是呢 这一对兄弟性格截然不同 正好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 把他们兄弟两个人拿来做比较 会给我们很多启发 值得我们去深思 他哥哥于世姬 特点呢 是聪明又姬敏 见势快 点子多 性格呢 喜欢张扬 这种聪明才子 在官场上呢 顺风顺水 很快就飞黄腾达了 他遇上了隋阳帝 隋阳帝是个文学才子 那文才好得不得了 而且隋阳帝曾经平江南 他的皇后 萧皇后是江南的 他就喜欢江南 所以和于世姬相遇的江南才子 他喜欢 两个人对路 所以于世姬就成了隋阳帝的心服 大权在握 春风得意 隋阳帝 这个人的性格刚愎自用 喜欢听好话 于世姬呢 懂得迎合他 专门挑隋阳帝喜欢的咒章 报上去 所以他特得隋阳帝的赏识 就这么报 报到隋阳帝晚年 天下大乱 遍地封烟 于世姬依然是报喜不报忧 这么抱着抱着 上下乡欺瞒 出大事了呀 宇文化及江都兵变 一下子把隋阳帝给杀了 唐太宗就拿这个例子 来告诫他的大臣 一再对大臣说 家国是一体 你城下欺骗君 等到国破了 你城的家里也保不住了呀 所以唐太宗才一直鼓励说 大臣要勇于直言 要敢说出朝廷的不对 缺失 我们才好赌救 千万不要像于世姬 专门蒙蔽君主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 唐太宗是很看不起于世姬的 看不起怎么会喜欢他弟弟于世男呢 因为于世男性格和他哥哥完全不同 非常的低调 人家聪明好学 他就是喜欢读书 他不喜欢张扬 所以他也当官 但是他心识都在读书上面 读书一定要尽 一定要远离公立 你才会好好去想 去悟 读书不会悟 你就是个书厨 没有用的 你要悟的话 你就发现很多的道理 于世男就是一个测悟的人 他拜明师读了几十年的书 他把这个世界的政治 风水 阴阳 通通都掺透了 这小聪明的人 是在敬足浮云 争名夺义 而真正大智慧的人 他是在生根 在杂根 在积德积善 所以低调是一个大智慧 不是一般人做得到 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 其实今天我们得了一个孩子 大家都喜欢 聪明的孩子 从小聪明伶俐 还教给他很多知识 完全违背了中国的古训 古人告诉你 生个聪明的孩子 你才要战战兢兢了 不要那么高兴 聪明的孩子难养 聪明的孩子才要严格管教 否则你放纵他小聪明 长大你就害死他了 他一定出事的 你真是把他往火坑里推 不聪明的孩子 他长大也就是一个平凡人 聪明孩子长大闹事 放纵了以后 那真出大麻烦 所以于世南是一个真聪明 他把智慧都放在自己 内在的修炼上面去 潜行读书 到了唐太宗的时代 大家一看都夸奖他哥哥 是个大人才 他就是个书呆子 那唐太宗看中他 要用他 为什么用他 有几个理由 你别看他是个书生 这个书生很有风骨 宇文化级兵变 杀了隋阳帝 那个晋军各个是卢郎士夫 谁都怕的 你看多少高官趴在地上求劳 隋阳帝杀了以后 隋阳帝的心腹于世纪接着要杀 这时候余世纪听说了 他竟然闯了进来 跑到余文化级面前 说放了我哥哥杀我 我替我哥哥死 你看他在那个场合 他有那个勇气 你看他是个书生 但是余世纪没有罪 一点点罪恶都没有 所以余文化级没法杀他 还是杀了他哥哥 这个事传得很远 这么危难的关头 有这样的人出来 传到唐太宗耳朵里了 唐太宗才觉得 这个人有风骨要用他 而且余世纪呢 他博学瑞兹 他正好可以帮助唐太宗呢 治理国家 告诉唐太宗很多历史上 治国成败得失的经验 唐太宗当了皇帝以后 就一心读书 一下班就读书 找十八个 夺学的人来辅导他 其中最重要就是余世纪 几乎是天天在一起 讨论历史 讨论到唐太宗觉得 跟余世纪呢 是相知恨晚 所以贞观 时代 余世纪呢 是这个时代 文成的一个代表 他所体现的是 以德治国在官员任用上面的一种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要修文德 必须大批的重用 有品德 有文化的世人 唐太宗是这么做的 所以贞观时代呢 是群星灿烂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著名的文成 很多 有于世南 有李百耀 有孔盈达 有朱亮 等等 连我们最熟悉的房玄灵 大家可能还不太清楚 他是十八岁举近世 他也是一个世人 那唐太宗认人为贤 他最看重人的什么方面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